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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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醫美經驗 醫美!有一些人做完醫美之後 不想要跟其他人講說 她動了哪裡 但我覺得我是很想要跟大家講 做這個醫美到底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不喜歡這類醫美啊 或是在臉上動手術的 這類的話 請趕快按叉叉把它按掉吧 我以前的眼睛是 很單很單的單眼皮 甚至不是像人家有那種小小的內霜 我就是單眼皮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一天 可能會去做縫雙眼皮手術 自從我開始化妝了之後 我是用眼線膠化妝 我只要每次化完 我的右眼一定會有雙眼皮 但左眼卻沒有 所以每一天都大小眼我真的覺得很困擾 而且單眼皮化妝也不好化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眼線啊什麼都畫得很粗 睜開眼睛才會看得到 我之前有買過這個 牌子應該就是AB 它是這樣子 然後要把橘色的 塑膠膠條撕開 之後裡面是一條透明 黏黏像雙面膠的東西 我看很多人都說很好用 但我根本不會黏 我有一個朋友他過年那時候 去縫了雙眼皮 或縫完我就覺得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那縫霜眼皮會不會很痛 我和我朋友都是做只有眼皮麻醉 所以意識都還是清楚的 然後我那時候眼皮麻醉 人家都說麻醉會很痛 但我是覺得還好沒有想像中這麼痛 就很像醫生在捏你的眼皮 沒有感覺到什麼針 但是因為他要麻醉眼球 麻醉眼球會點一種麻醉的眼藥水 我覺得那個點下去應該是整個縫 雙眼皮的過程中最痛苦的 就是他的藥點下去之後眼睛會 就是很不舒服就對了 醫生建議我用割的 像是永久的雙眼皮 但用割的恢復時間 比用縫的還要長很多 所以我後來決定用縫的 醫生就有跟我說他要幫我 抽一點眼皮裡面的脂肪 這樣子眼睛才不會看起來這麼拋 也比較不容易縫的地方會掉下來 所以他要在眼睛的這個旁邊 要開一個小洞 我的感覺是他很像拿一個長長的東西 然後把它伸進去之後 在裡面把脂肪抽出來 抽脂肪的時候啊 他會有一個很像肉燒焦的味道 真的很可怕 是完全不會痛 因為他已經打完麻醉了嘛 只是心裡面的感覺很不好 封完雙眼皮之後 就是眼睛會有脹脹的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麻藥還沒有退 那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的時候會開始感覺到一點點痛 越快冰敷越好 做完手術之後 護士有先幫我冰敷十分鐘 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後我也是只要一想到 我就去拿冰敷帶 我的冰敷帶是長這個樣子 他就是專門敷眼睛的 因為我只有買一個 所以我就是敷完到他不冰了之後 我就去把它冰起來 然後休息一下 想到的時候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我就會再去把它拿出來 再繼續冰 這樣子我覺得真的有幫助 我不知道是體質的關係還是 因為我弄完之後 我的眼睛沒有像人家說的 有什麼瘀青 或是很嚴重的 腫脹的感覺 我的瘀青只有到可能 三四天的時候 左眼 因為我左眼抽的眼值比較多 可能左眼稍微有一點點 非常淺的綠色 綠綠的黑青 就很像那種快好的感覺 所以沒有很嚴重的瘀青 我覺得可能醫生的技術也有差 是我朋友去縫的那一家 他說他縫完之後 眼睛是完全髒不開 是第二天第三天才慢慢的 髒得開一點 就是非常腫 恢復期也比我們更多 所以在選診所的方面 一定要多打聽 現在網路很發達 可以去網路上查一下 那個醫生醫院他們的客人 做完之後的心得和照片 跟諮詢師先溝通完之後 跟醫生也要好好的溝通 剛開始縫完阿 如果眼睛要往上張 上看或是往左看右看的時候 都會感覺那個線在你的眼睛裡面 有拉扯的感覺 剛開始會有一點痛 之後會有一點緊緊的不舒服 但是到現在就已經很自然 要做什麼往哪裡看都可以阿 鬥雞眼阿 之類的也可以 我覺得因為我的人痛度算是很高 我有兩個刺青 我的背上中間 脖子下面有一個刺青 那個刺青我覺得 刺的時候的痛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就是他如果再多刺 10分鐘 20分鐘 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的那種痛 另外一個刺青是在腳上 腳上的刺青 就是在小腿的最底下 腳板的上面 那個有一個骨頭突出來 皮很薄的地方 大家都說在那邊刺青會非常非常痛 但我覺得那痛也是可以忍受的 不會痛到就是一次就想說 我後悔了的那種痛 所以我覺得我的人痛度算是蠻高的 在恢復期的時候 傷口是都不會痛 如果像平常用食鹽水清理傷口 或是擦藥 都沒有什麼痛的感覺 唯一會痛我覺得是只有打哈欠的時候 或是打哈欠啊 或是大笑啊 就是你在用你可能這邊的肌肉的時候 會拉到裡面的線 才會感覺到比較痛 不然平常是真的都不會痛 我那個時候臉都是用濕膜 不是濕膜布 濕毛巾擦 然後頭髮的話 是我都會撐大概兩三天 才去找那種洗頭兩百塊的那種地方 然後幫我洗一次頭 我覺得做一些事情 如果能讓你的外表看起來更好 或是讓你的心情更好 就算它是不一定被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醫美 一種手術 如果能幫助你的話 那我覺得去做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縫完雙眼皮之後 真的會很鼓勵身邊的人 只要大家有說他想要去縫 我都會很鼓勵他們 你也該去縫一下了 真的 希望這個分享會對你有幫助囉 掰掰 我剛剛去買了一個稀油麵汁 長這樣 結果打開來的時候 我有嚇到 它裡面有一面鏡子 還有一罐指甲油 非常華麗的稀油麵汁